2023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 5月26号到29号将在台北市贸易馆正式登场 为了全力发展基隆的役后观光 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表示 这次结合多家在地的观光业者与办手礼 展现基隆的吃喝玩乐特色 目标锁定亲子跟暑假旅游族群 2023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 在5月26号到5月29号在我们台北的市贸登场 那这一次呢我们基隆主要是推出 海港新乐园这个主题 那我们邀请到附有海洋文化寓教于乐的 海科馆、阳明文化艺术馆 以及和平岛地址公园 然后也结合我们基隆的店家 包含阿里棒棒菜季食品、心肝宝贝 余品轩找到幸福 还有我们维托航街区 以及七堵马林修行农业区 来组成我们基隆馆 来共推我们一个海港的一个文化 而在四天旅展期间 基隆馆也规划多项好康活动 欢迎民众来参加体验 我们在现场也有推出很多优惠的活动 包含甜问卷拍照打卡 就送我们潜水部的饮料提袋 那在我们基隆馆全馆消费满800元 也可以参加扭蛋的抽奖活动 那奖项非常丰富 包含飞鱼软肉干 海科馆的票券 小卷酱 咖啡包 环保吸管 还有海鲜拌面 以及七堵马林的一些农产品 那除了这些奖项之外 我们现场也有海沸DIY的活动 以及酿酒DIY的活动 都是要宣传我们环境永续 还有用我们在地食材去做的一个手作体验 那欢迎大家5月26到29 到我们基隆馆来一起体验海港新乐园 基隆市政府携手业者全力拼观光 欢迎民众到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的基隆馆 一起来体验海洋港湾的魅力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